今天我去 我再努力好了 我可以治疗100个病人的话 那也就是这100个病人 我走了就没有了 但是今天如果我可以训练10个医师 10个医师又能够各救100个病人的话 那就会变成1000个 而且这些医师在当地 他像一个种子培训员一样 他可以让好的一个教育 能够继续再不断不断地下去 因为很多地方宗教保守的关系 所以女性的病患只能给女生看 但是相对来讲 因为比较保守以及限制的关系 所以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又不高 就是变成有点像恶性循环 就是说女生因为没有办法受教育 所以女医师也少 那女医师少的话 那很多女生看不到女医师 所以常常为了一些这些 可以治疗的疾病而丢了性命 那更不要说是厂后初学 这种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训练了这些 就是助产室以后 那这些助产室知道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紧急的病患 那他们学了这些技巧以后 将来等到他们学成 也许继续在这个医院工作 但是也可能他们将来就是 回到他们家乡开地住产所 帮当地其他的妇女就是接生 那如果他们学到了这样的技术 以后能够好好的处理 产后初学的病患 说不定就是可以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连锁效应 能够救更多的病人 有一个年轻的病患才20岁 那20岁怀孕到快逐月的时候 产生子嫌前症 子嫌前症就是一种疾病 在怀孕后期会造成高血压 蛋白尿水肿 那如果最严重的话 它会造成就是脑出血 甚至就是多重器官甩解 最后死亡 那这样的这个病人呢 本来是就是应该在台湾的话 就是产检很早就发现出来 那赶快把宝宝提早生出来 就可以解决这个危机 但是当地的女性因为怀孕 也不是她们不愿意产检 根本没有医院 也没有医生可以产检 所以她到就是子嫌前 已经开始抽筋了 就是癫痫了 在家已经癫痫了 就是五天 那才被送到我们医院 送到医院的时候 人已经失去意识 但是她送来的时候 因为是半夜 那边因为半夜有宵禁 不能够在外面随便的走动 要不然会受到就是别人 就是政府军 或者是其他人的攻击 所以说我们就在等天亮 在等天亮的过程中 我们就看到20岁的年轻女生 就是瞳孔越来越放大 这个生命就在你前面 慢慢慢慢慢慢地流逝 像要如何就是处理 这样的沮丧跟震撼的话 那我刚才讲 可能就是烤蛋糕吧 那另外跟你的同事 大家就是互相打气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救赎是 当你很想难过的时候 马上就那个助产室友来报说 第三床又在大出血啦 然后第四床又胎心掉啦 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再去想她 你只想现在目前 就是有问题的病人 能救一个是一个 然后能拉一个是一个 如果我没有遇到我先生 好 我没有生下两个 就是可爱的女儿 好 我现在无牵无挂的话 有可能啊 我有可能更早就出发 可是更早出发的时候 也许我并没有现在的这个 就是一些临床的知识 好 那也没有现在的一些 比较圆融的处事的一些方式 那会不会我跌跌撞撞的 更辛苦或者我出发的时候 就像您讲的可能压力太大 就中途就结束 好 那我在那边能够这样 这么辛苦撑下来的话 我觉得很大就是 我先生对我的支持 好 还有我两个女儿的这个支持 凡事必有姻缘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到了五十几岁出任务 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 一个选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